人犯罪有企业犯罪有国家犯罪 那一般我们在看报章杂志的时候 或说我们自己在思考的时候 通常都会把它落到个人主义的思考方式去 记不记得我们社会一直在强调的 不要落入个人主义的思考方式 可是包括媒体 包括我们个人在思考犯罪的时候 常常忘记了企业跟国家 这种结构性的犯罪 也就所谓的制度性的暴力这个部分 可能是最严重的 那我们像宇佩也说 偏差跟犯罪会因为因食物地 会因为不同的脉络底下 而会对它不同的评价 比如像说 女孩子在共共场合调整丝袜 犯罪犯罪 在美国的某个州就是 美国也定了一个什么 在加热完降落产 也是要把它视为犯罪 所以在不同脉络底下有不同犯罪 那像说我们也问了 911 911要去攻击 911要去攻击 那个世贸大楼的 那些中东的 一三教的 那些人 说不算是犯罪 从美国角度来看 当然是犯罪 但是从 伊斯兰教圣战图的角度来看 他们就是圣人 所以 你会因为摆在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 社会力量 所以影响你的看法 也会影响了 要不要罢他 那对于社会学角度来看的话 很重要的就是说 不可能没有偏差跟犯罪的社会 不可能没有偏差跟犯罪的社会 就像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竹联邦 竹联邦他假如去告密的话 竹联邦分手去告密的话 他是偏差还是犯罪 还是我们觉得他是一个 有勇气的人 所以 完全看你在不同的脉络底下去定义 就不可能没有偏差跟犯罪 那所以 这边 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要讲的 标签理论 你一个行为是不是偏差或犯罪 跟这个行为没有关系 所以说你说 我制作炸弹 去引爆 算不算犯罪 这是一个行为嘛 对不对 制作炸弹去引爆 是一个行为 但是这个行为 是偏差或犯罪 其实是社会界定的 假如他是放在战争时期 他是不是犯罪 不是 放在我们教室里面 算不算犯罪 算 所以很清楚嘛 所以你要看这个社会怎么去定义 这个一样的行为 这个一样的行为 一样的行为 但是在不同地方 他就会完全不一样的定义 所以呢 我们就是出现这个今天开始讲的 对偏差行为的理论解释 为什么有偏差 偏差英文是这个字 divians 这个字也把它记下来 偏差 偏差英文是这个字 形容词 就是divians 偏差的 上个礼拜 我们讨论这个嘛 对不对 还记得吗 就是你道理属于前段班 后段班 然后呢 你是不是 写拿错了 谁会被视为故意犯罪 还有这个 使用摇头碗的人 等一下 同学 访问毒品 那一组同学举手一下 毒品的 你没有访问到摇头碗的 混着用 混着用 摇头碗的什么 红豆 什么叫红豆 另外一种 毒品 还有呢 还有安贝他命 K他命 还有没有 强力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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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被间谍为毒品 那个是我们小时候就听过的 就是强力胶 然后他把他放在塑胶袋里面 用手搓热了以后 就这样子 这样子吸 一直吸 您这一组也是吗 您有没有访问到那个用摇头碗的 有用摇头碗的 好 那 你问他们 他们有没有觉得这是偏差行为 事后觉得有 当场没有 同学你是不是这么访问到的 还是你没去 我说你后面的这一台同学 你们都一起去 你们这边来约后他们觉得他是偏差行为 什么 戒掉的时候就觉得 阿美戒掉的时候都不觉得 觉得 很快乐 很快乐 对不对 英文那个字眼叫做actasy actasy的意思就是 就是爽到不行的意思 就是那个字眼 但是不是教肴多完 好 那 他在什么时候使用的 参加舞会的时候吗 去夜店的时候 跟朋友来一起的时候 那您这边呢 跟朋友来在夜店 被朋友带去夜店的时候使用 被朋友带去夜店的时候使用 也是跟朋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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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后来有 现在还有内容吗 我们去的那一边是借骨工薪 啊 okok 是借骨工薪 所以就没有了 好 那为什么他们自己会觉得偏差勒 好 或是大家都觉得他是偏差 我问一下孔小 你觉得摇摇完了你是天差的军手 你觉得摇摇完了是天差的军手 没有你觉得吗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觉得不是天差的军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好 ok 啊 这边同学你都不觉得是什么吗 啊 后面的两个同学你觉得呢 最后面那个 您看前面的两个同学 你觉得 是还是不是天差 看情况 什么情况是 什么情况不是 自己 自己 所以看他自己怎么界定 那你要自己觉得ok就ok 隔壁同学你觉得呢 也是一样 所以就没有什么 好 那你们觉得 卡奴是不是偏差或犯罪 卡奴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 刷卡刷爆了 然后就完全换不起来 那位卡奴是偏差的举手 那位卡奴是偏差的 2 4 6 8 10 10 1 好 绝对不是的举手 1 2 3 4 5 6 7 8 9 9 拼命管大使来的同学 你觉得呢 为什么不是 一样给他罚卡 那没有还的能力 那 所以就没问题 他不是偏差 就是 反正就跟戒神一样嘛 对不对 戒了用完了就 还不起就还不起 那没办法 是不是 啊这个是偏差的同学 这个是偏差的同学 是啊 你不是只有偏差吗 是啊 你不是只有偏差吗 你被取手啊 你觉得怎么样 不是偏差 啊觉得偏差的同学 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你觉得是偏差的原因 有人认为说 这里没什么嘛 你就是 就借钱没还 而已 借钱没还 做不上偏差 做不上偏差 同学我问一下 你们 有没有同学跟你 同学跟朋友跟你借完钱没还的 举手 跟你借钱 那他没还你的 他没还你的 他没还你的 他没还 好那同学你觉得他是不是偏差 他是偏差 你觉得呢 阿里 你觉得呢 他不是偏差 他借了你 跟你借钱 又没有还 他说旺了 那有人 那这边 是偏差 你觉得呢 是不是偏差 有借钱 不还的 那你借他比较多吗 差不多 好那就算了 好OK 我们都觉得说 欠钱不还 对 那卡奴 大家也普通也是 从这个观念来讲说 你借钱的 当然要还 你不还 可是卡奴 有他背后的很多 结构性的因素 比像说 什么时候去借钱 什么样的人 会借钱 那借完钱之后 为什么没有还 很多问题 有兴趣去找一下 那个网路上的资料 好 我们在分析社会学 在分析那个 标签理论 这叫标签理论 就是说 我们看一个人 不是看他的行为 或者是看他这个人 为分析对象 而是在社会 如何看待 这样的行为 跟人 标签理论的意思 比如像说 那个摇头丸 他的贴标签 是一个偏差犯罪 摇头丸 比如像我 我吃了摇头丸 你不是要分析摇头丸 我吃摇头丸 这个行为 也不是在分析 王宏仁这个人 而是要去分析 外面这个台湾社会 怎么看待 王宏仁去吃摇头丸 这件事 这种意思吗 这有差别 您讨论一下好了 您举一个例子 您这一组讨论 讨论一下 举一个例子来讲 这个概念 可以 dire 也说 王宏仁在讨论 所谓的犯罪或偏差的时候 社会认为 不是这个行为本身是问题 不是这个人是问题 而是这个社会 怎么去看待 这件事情 才是问题 听他们懂这概念吗 室舍的概念 你们先讨论一下 彲一个例子 来解释 来解释 什么叫标签理论 好不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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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举个例子啊 要举个例子再解释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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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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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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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判错 你又不愿意 好 你就这样子 那 假如判到那个人是你 甘不甘愿 不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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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死吗 哈哈 哈哈哈哈 其他举的同学 来 那个 你也是举在你成的 来 假如 真的司法 我大家都觉得司法 有判错啊 刚才举手 都觉得司法 可能判错啊 判错那个人是你 你要不要 不要 不要 那你为什么 站在你死刑 是啊 可是假如 犯罪刀 那个 不是你 但是却是你被判死刑 你不要 为什么你被别人就是要 那你不要 好啊 那你不要 为什么别人就要承受你这个药呢 来 同学 站在你死刑的人 来再举手告诉我 为什么你会站在你死刑 来 讲一下 这边 不是刚才有举手的吗 那 如果没有死刑 我就 我问你 欧洲 有没有死刑 欧洲有没有死刑 欧洲没有死刑 欧洲没有死刑 全世界有死刑 的国家只有少数几个 好不好 澳洲也没有死刑啊 有没有天下大乱 就跟多元成家一样 啊 只要能够男男女女 成家的话 世界就毁了 你看河南有毁掉吗 法国有毁掉吗 好 再告诉我 你们赞成死刑的来 再跟我讲 理由是在哪里 对啊 可能会贴交大乱 还有呢 相信司法 可能不会判错 但是明明司法就会判错 还有没有 来 还有其他理由的 韦中你呢 嗯 嗯 嗯 至少应该可以 降低一点点 犯罪 什么 犯罪 有死刑会这样 被犯罪率 可是有人就是觉得说 如果做这样 是会被犯罪 是吗 你以为杀一个人 这么容易吗 我没有杀过 你没有杀 我没有杀 我没有杀一个人 你去杀路边的小狗 你觉得你会 你会 就是 很容易就把它干掉吗 同学您 有没有很爱小动物的举手 很爱小动物的 同学你会不会随便 把一个小动物杀死 不会嘛 对不对 你要杀一个动物之前 你都很不忍心的 那你要想一想 你要去杀一个人 那个意志力要多坚强 不要由杀人 很简单 有一本书 他就在讲 一个德国律师 他写的一本书 他就在讲 他帮七个杀人犯做辩护 他写出他们整个的 杀人的整个心路历程 里面有包含了教授 有包含了医生 这些他们怎么去杀人 杀人绝对不会是只有 你说比较会防治犯罪 这个是大家最常讲的嘛 那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所有的犯罪 所有的犯罪都判死刑就好了 这是不是就没有所有的犯罪了 或所有的犯罪都会降低的 也不是嘛 对不对 同学你自己想一想 假如被判死刑的事 轮到你的时候 你刚不担心 而且这个是活生生的例子 也不是没有发生的例子 现在还有几个案子 还在上演当中 在台湾 书建的案子有没有听过 书建的案子假如说 一下子要判死刑 枪毙了 活得来吗 有没有 好 所以 社会学的讨论的 各位都是在讨论 杀人犯这个人 这个人可能是 他有什么心理动机 他可能 呃 因为有死刑的时候会害怕 所以不敢去做 这些都从杀人犯的角度去看的 但是社会学不会从那个人去看 他会从 他被贴向标签以后 的结果是什么 好 所以 这里标签效应也就刚刚我讲的 当你相信什么是真的时候 它就会有真的后果 一样的标签效应就是 当时 江国庆整个家庭 就背负着整个社会的准则 然后呢 他死有一辜 整个社会都这么讲 可实际上他并没有做 这个就是所谓的标签效应 那谁会被贴上标签 江国庆家里 假如他是马英九的儿子 他会不会死 对不对 假如他是江一华的儿子 会不会死 假如他是郭台银的儿子 会不会死 不会 很清楚 不会 也就是 他就是因为一个单亲妈妈 他是单亲妈妈 反正就是一个老外家庭 家里很穷的家庭 没有钱帮他请律师 没有人去帮他奔走 所以 他也就是在我们社会底下 被认为是 偏差的他者 就这一种呢 比较可能犯罪 就像我们看到监狱里面 官员都是国中国小的 这些呢 比较容易犯罪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 偏差的他者 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 而是因为他们就是他们 在摩执什么都没做啊 可是为什么要不要判死刑 因为江国性就是属于那一类型的 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 这个 这个 所以呢 我们社会学会很注意到这个 权力的问题 也就是说 他这些人他是不是有偏差 他本身是一种权力不对等的污名化过程 污名化 污名化 这个字也记得 stigma 这个字也就把它记录下来 污名化 污名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反正你就这样的人 红色我就给你贴上标签 比如像说 昨天还是前天 新闻报导的 又有一个律师说 华文你就信仰观音 才会这么乱 为什么信仰观音会很乱呢 他说那是因为观音不男不女 这好笑吗 不男不女 其实在华文文化底下 不男不女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类别 或是一男一女 也是男也是女 观音本身他就中性的 他有时候变成男的 有时候变成女的 可在西方的基督教的 二元堆地的概念底下 他没有办法接受 又是男又是女 或者是不男不女 就是一定要男跟你 所以基督教他就认为 你这个就是 华人社会这么乱 你看就是因为你信仰观音 美国社会那么淫乱 不是他们信仰基督教吗 真是的 这个都是一个社会建构 而且那种权力不对等的 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 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就像我们认为 这里有没有信仰一三教徒 有没有 一三教的有没有 有没有你朋友是一三教的 都没有 都没有 好一三教 你们对他的理解是什么 是什么 不能吃猪肉 还有呢 每人要拜拜 对 曹沃斯卖家拜几次 五次 还有呢 蒙面 那个女生要蒙面杀 对 那个叫波卡 还有呢 一三教会什么 很可怕 好很可怕 还有呢 都是恐怖分子 要不要戴帽子 男生要不要戴帽子 要戴一个小花帽 这种东西的 那 我们在看到一三教的 你们几乎都是从好莱坞那边看来的 所以周遭没有一三教的朋友 你们也没有接触过 一三教他强调的是一种 不安的乎 不安的乎 不安的乎就是 叫什么 对对对 兄弟情谊 对 强调的兄弟情谊 所以他们家族概念跟 家族有 但是不像华人是以家族为概念 他们是以兄弟为概念 所以他们对于人的爱 是跨越家族之外的 他们的整个的 知识的生产过程 是在经验里面去教导的 而不是在家庭里面教导的 那可是我们对一三教太不了解了 所以第一个想到他们可能很恐怖 第二个他们可能不吃猪肉 第三个他们可以娶四个太太 有想过这个吗 好 ok 实际上我们都完全不了解 那所以呢我们觉得 哈莱文店里面一三教中东的人 一定是恐怖分子 一定是坏人 钢铁人 反正就是做坏事都是从中东那边出来的 以前是苏联 现在是中东 所以这都是一种 我们在建构哪些人是好的 哪些人是不好的 实际上 因为每个人站的结构位置不一样 同学 这个有没有罪 还记得吗 上个礼拜的 有没有罪 有没有罪 这个在台湾有没有罪 在台湾有罪的举手 在台湾有罪的举手 在台湾没罪的举手 一个两个 在台湾没罪 同学 你觉得台湾没罪 是吗 你跟武器走吗 对啊 我是觉得他有罪 可是在台湾那个 应该没有被列入 有罪 是吗 他有你了 你确定 他们做那种吃的时候 他们做那种吃的时候 外人又没看到 他太太不对 还说不要不要 之类的 他这样太太不可以告他都说 莫说不要你还说 他这样不是男生 就结果上岛 他应该也是住性啊 他这样不是说 他住性 他女人说不要不要不要 站在喊的时候 是住性吗 好同学 喜难你要去用性别社会去 当性别 这台湾的女性主义团体 讲出一句口号 就说 当我说不要 就是不要 知道意思吗 那是女生 那是女生 当女生说不要 请你把他当成不要 那这样 可能要打他 哈哈哈 要打他 然后呢 他才会说要吗 哈哈哈哈 好 其实这个问题 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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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些老公 会不会去告 性侵 真的会被告性侵 所以男同学 你还记得 当你的女朋友 或是你是异性 或你是异性的同学 对方说不要的时候 你最好就停下来 把他当作是真的不要 除非双方 已经事先采台好了 哈哈哈哈 如果这是一个戏剧表演 不要傻傻的 好 这个是有罪 这台湾是有罪的哦 记得哈 不要傻傻的 真以为这个没罪 那请问一下 有人不想被都督 但是却被都督了 那都督人家的有没有罪 有没有罪 有没有 你觉得他有罪的几手 我不想被都督 但却被你都督了 那他有罪的几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才三个 四个同学 那同学你觉得 为什么他有罪 不想啊 他又被逼啊 不想被我逼 不想被我逼 后面的同学你觉得 来 戴口罩的同学 对啊 因为他 不想要 所以就跟上面一样嘛 对不对 一样就 我不要嘛 你却可以不要 那觉得不是的举手 觉得他没有罪的 很多都觉得他没罪 来来来来来 你的隔壁的 你的左手边的 男同学 快来来来 你觉得来 你觉得没罪吗 我觉得 可是都督不是一起的吗 都督是一起 有人就是不要啊 这个不是很多 这已经有很多例子了 台北士林王家 台北士林王家 不是吗 啊那个都督人家的 那个叫什么 那叫建设公司 叫 岳阳 还是什么的 他是都督人家 那你问罪 你觉得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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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很好 为什么现在就觉得有罪了 就跟那个 太太不想要那个人一样 就跟这个一样嘛 对不对 对啊 人家不想要你硬要 来 前面的同学 你觉得呢 可是我觉得就是 应该是因为老旧的主持 需要一个新的面包 嗯 老旧的主持有需要一个面包 那你就估计 跟其他的部分啊 我一栋房子 会影响吗 而且那栋房子很新 王家士林王家 才敢改建两年而已 可是不是地价很单身吗 那人家不要赚钱不行 人家不要赚钱 而且我房子 才敢改建两年 你也不知道啊 隔壁里同学 你觉得 对啊有罪吗 有 为什么呢 给他拆掉 嗯 他整个房子拆掉 好 那在目前 在目前法律以下这个没有罪 目前法律这个没有罪 但是这个有罪 这逻辑到底在哪里 很简单 因为这个有资本家在里面 上面没有资本家在里面 好 所以这个就全力 在建构一个污名化的过程 整个都更就是很多 很多这些丁子户被无名化 所以 在资本家的这个结构底下 你是 你就倒霉了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草房有没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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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你觉得他 道德上他有罪的举手 草房 道德上他有罪的举手 好 法律上他 他有罪的举手 草房 法律上有罪 一二三 那同学用什么觉得 来 那个白衣服的女同学 草房价 远熊 远熊老板说 一瓶三百万还太便宜 好吧 十分之一三十万在高雄 还是很便宜是不是 都要隔壁同学 要不要帮我解答一下 案子被判有罪 案子被判有罪 那个是 有一个叫英业达 一家上市公司 他 他就去草房 他草房 他就是 有内线消息都正便宜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去草房 那是因为内线交易 而不是草房 是内线而被判刑的 所以 没有被判人 很多人受影响 全班同学 你们都被影响到了 对不对 你们毕业以后一个月 22k 那一瓶 三百万的话 里面要赚几点 三百到一瓶 很多人被影响 没有受害人 没罪 嫖妓有没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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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嫖妓 可是为什么这个要判他有罪 为什么要判他有罪 为什么要判他有罪 是不是 没有人受影响的情况下 你判他有罪 很多人受影响的 你却没事情 这逻辑在哪里 很简单 因为这个就是资本家在里面 这个里面 没有任何人有权利 这里面的 娼妓 他本身也没什么权利 嫖妓 有啦 可能会有很多有钱的嫖妓 他就不会去嫖妓 他就不会去公开的去嫖妓 他就会打电话 叫special service 那种的 那个就不会被抓到 所以 这个还是站在 你在社会关系底下 你才会被定罪 或不被定罪 所以 就是这里讲的 我们课本里面讲的 犯罪或不犯罪 其实是一个社会冲突 的过程 优势团体的利益 会透过合法的手段 装成社会共同利益 然后对相对弱势团体 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这冲突论的概念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犯罪行为 其实他不是那么犯罪 只是 那有些我都觉得是很严重的问题 却不被定罪 違反罪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些优势团体 资本家团体 特别是在台湾 就是资本家团体 他们利用他的手段 然后呢 他这个手段 又扬装成是一个社会的共同利益 然后去制定这些所谓的法律 他必须装成是大家共同的利益 比如像最近在讨论的所谓的服务业贸易 跟中国的服务业贸易 他也必须包装成为说 这是全民共同的利益 我们经济成长 会因为签订的这个增加多少增加多少 就跟在两年前 台湾跟中国签订的ACFA 所谓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台湾的政府也必须把它包装成 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利 实际上对谁有利 有能力的还有谁 有能力的是谁 有钱的 有办法投资的 但是本家 金融业 贸易业 你想想 你一个劳工签订 那个对你们有用吗 当然没有用啊 可他必须包装成 对大家都有用 就说大家经济会成长 他促进就业 所以大家薪水都会提高 有吗 薪水倒配多少 倒配到15年前的水准 可是在签订的时候 他永远要用这句话 这是大家共同的利益 在包装 所以刚才举的那几个例子 炒房 他一定会说 房价涨啊 大家都有房子啊 所以大家都赚到啊 是这样子吗 他现在考虑到 年轻一代的新生代 没有房子的怎么办 好 所以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不要去思考到一个人 一个人之间的 那种所谓的压迫 载自不平等 绝对不是一个叫做 王洪仁这个老师 去压迫某个学生 比如像压迫 皮纳斯 这样子 不是人对人的 而是一种团体跟团体之间的 阶层化的关系在运作 团体跟团体之间的阶层化运作 而记得 我们社会学生在思考的问题 不要落入到个人主义的思考模型 而是去看整个团体的 整个大的环境的 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开思考 那很多 我们现在目前所出现的很多问题 你不要去谴责某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 而是说 这些人他代表是 其实有一大群人的利益在那边的 而不是只有他单独一个人 好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标签 偏差跟犯罪之间的关系 OK 没问题的话 来我们休息十分钟 下一堂课 就继续讨论社会学研究合计 我们再review一下 这个角色我们大概上了什么东西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